大家好,我是一华 大过年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一道小炒腐竹 寓意在新的一年 美满富足 腐竹是一道非常下饭的家常菜 如果把它做好了 真的是比肉还好吃 最重要的是做法简单 鲜香滑嫩,开胃又下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具体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八毛钱的腐竹 将它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盆里面 然后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段 这样更加方便的将腐竹泡发 接着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如果要将腐竹泡发的更快一些 我们要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还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再用手将它抓拌一下 使里面的食盐快速化开 这样的话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泡发好 然后准备一小把木耳加入一勺白糖 再放入一小勺面粉 也倒入温水将它泡发 大家都知道木耳不能久泡 加入白糖和面粉可以节省泡发的时间 面粉还有吸附的能力 可以把木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全部都吸附干净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大蒜切成薄片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将它们放在碗中备用 剩下的葱叶也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分开来放在小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几个小米辣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和葱蒜放在一起备用 准备一点青线椒 也将它切成小段 加一点青椒主要是为了配色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家里有香菇的可以放两个香菇 先用刀切去香菇地 然后再把香菇切成厚厚的薄片 加入一点香菇 可以使这道菜的营养更加丰富 切好之后先装在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的木耳也已经泡发好了 用流动的清水将它冲洗干净 腐竹也泡好了 将腐竹切成长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先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水开之后先把木耳倒下来焯一下水 木耳没有这么容易熟 先将它焯水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再把腐竹加进来 用漏勺翻动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腐竹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 2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焯水太长时间腐竹就没有韧性了 时间到了之后将它们捞出来 倒入凉水中将它过凉 用手翻动一下 让它快速的冷却 紧接着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 沥干水缝之后将它放在碗中备用 剩下的水也不用倒掉 把香菇倒下去也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草酸 一分钟之后将它捞出 用同样的方法将它放在凉水中过凉 然后放在碗中备用 将锅刷洗干净 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把葱 蒜 辣椒倒下去炒香 这个时候要开中小火 不停地将它翻炒 把蒜香味炒出来 然后往里面倒入一点干海椒 继续炒香 这样可以增加辣味的层次感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豆瓣酱 继续给它煸炒 炒出红油 接着下入一小碗的清水 煮开后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让里面所有的调料都化开 汤汁煮开以后 我们再把焯好水的辅竹 木耳还有香菇全部都倒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大火 将辅竹不停地给它翻炒 让辅竹吸收里面的料汁 煸炒个一分钟左右 碗里面加入少许食盐调味 少许的鸡精 再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 让里面所有的调料化开 我们再把青椒段加进来 葱段也放下去 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上薄芡 然后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一边收汁 一边把青椒炒至断生 这样一道美味又营养的小炒辅竹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辅竹 用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道菜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口感是香辣味 如果不喜欢吃辣椒的 可以改用甜椒或者是菜椒 如果你喜欢吃辣 这道菜就非常适合您 里面加入了香菇 非常的嫩滑细腻 腐竹也特别的入味 软糯咸香 里面的木耳Q糖脆爽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新的一年开始了 最后祝大家虎年大吉 身体健康 望是如意 都会发布 当中一年开始的 港下节目的 墨 文字幕族 、幻子 、幻子